今天这期呢是两位美女下的棋 选自05年全国团体赛 红方是当今女子象棋第一人唐丹 黑方是天津的美女棋手赵亚倩 这位不得了啊 她是世界棋王全国冠军 特级大师六脉神剑赵清新的妻子 当年一起参加过男女混双比赛 是否解锁象棋大师的称号位置 好咱们开始上来单单中炮 黑方呢比四郎大 但是就召紧的感觉点显老 就叫雅姐吧 她顺跑 红方跳马黑方跳马 红方冲三兵缓开锯 那黑方走直锯 红方正马黑方正马 红方两头蛇 在这黑方的关招就是横锯啊 这把雅姐玩的一个巡河锯 那大人肯定要对子了 这里啊 其实黑方还是换掉为好 稳的 由于刚才没有起横锯 你要是贸然躲开 不是先手的话 那红方可能会这样 第一选择是勾这马 他要是捕势不让过去 那就勾这个 黑方有些压力 实战在这里折个钟 平到这边 对炮 那这是主动换子啊 单单发射 黑方用炮来收尾 那这个棋造型感觉有点怪异啊 那红方此刻进局点下二线也可以走 但这里有更好的棋 少进两步 只要把足吃了将马一钉 那黑方这双马一炮呢就不好发展了 提前想招 进三足 只能吃 杀过来捉马 朝上跳 这里又捉了一下 不着急逃 单单出去抓炮 黑方换子吃亏啊 肯定要饱炮 红方再提个鞠 给马加根 雅姐平炮对局 躲开 捉马 往上蹦 踩马 先招 那又跳回来 虽说去而复反了 但是阵型还是比较稳的 对面 补一手中相 可能是想平一步对局呗 单单吃个七路足 这匹马呀 是用炮生根 中相是炮架 那黑方就不敢对局了 这里实在是没有太好的棋 可走啊 红旗已经把对手给封住了 马被压着 炮保着马 这个马呢前进无路 往回跳不叫旗啊 想换子人的也不行 他鞠二进三 红方跳马 踩鞠 应该说退一步比较稳健 两个军手牵手 下一步可以跟红方对子 实战 鞠四平六 单单说这我可不客气了 进兵拱鞠 用橡吃丢马 用鞠吃 也是丢子 红方吃鞠 黑方踩 红方在捉俩 马炮都没跟 这肯定是丢了 那这进兵是好棋啊 那黑方要是不吃兵 躲鞠呢 关键好像只有一个点了 平着走没有 后退呢 放这打死鞠了 那只能说放这了 红旗朝上一跳 又踩马 马一逃 红方中炮发射 或者说平局拉住 黑方这个鞠马 这期也崩了 逃也不行 吃也不行 黑方走的是 跳马踩鞠 对杀 也算是唯一的走法了 红方单单不换 进鞠捉鞭炮 黑方载马 红方杀炮 现在他又没跟了 黑方对桌 吃掉 砍了 没丢子 但是你看红方双居的位置 一左一右啊 此时红方中炮发射一僵 这怎么接呢 补四路市 死 死了 我重来一遍啊 补四路市死了 铁门砖嘛 实战飞向给空头 咱们来看补六路市行不行 红方杀向江 只能电鞠吧 再退回来 下一步砍中向 对手用鞠砍的话 也能砍呢 估计他得跳马来防 红方吃个鞭足 大优 这个棋很难下 这是补六路市的 实战很有魄力啊 飞向 摆出一个空城计 单单前鞠后炮一僵 那你不管补哪个市 这个鞠都丢了 只有一招就是电马 那你说这手棋是不是无奈之举 那现在红方一个鞠在巷口 一个鞠在马脚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鞠 这棋走的应该说黑方大势已去了 顽强一点可以先下手为强 吃鞠 红方收掉一僵 这里肯定还要跳马 之后红方可以调整一下 鞠僵 还得电马 平到左边 跳出来 然后再补个向 之后就是向下冲兵了 黑方应该说无力防守 红方担担对鞠 赢解一算 吃鞠这玩意也是输啊 他直接来个痛快的 走的是鞠三退一 抓中兵 那这样的话就没救了 红方吃鞠 黑方采鞠 红方上尸 一张毕命 到这就没了 人家红方准备出老帅 没法管呢 吃兵 出帅 杀炮 砍士 绝杀 好了各位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